以前有听说过 酒店的房间内出现过隐藏的摄像头 侵犯了酒店住客的隐私权 但是最近更让大家叠眼睛的事情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大家好 我是第三世界陈森李 一位生活在美国加州 拥有二十多年房产和投资经验的地产商 投资顾问和单金宝妈 最新在加州阿布兰设计的一位住户 在自己家的前院的绿植中 竟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摄像头 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位住户在清理前院的时候 一位那个绿植的装饰品 结果竟然发现是一个隐藏的摄像头 而且这个摄像头看起来还很新 没有任何的付出的痕迹 说明是最近才放置的 这直接威胁到了住户的饮食安全 更糟的是 这位居民还透露 今年8月初他们在出门度假前 寄出了几十张支票 结果回来发现所有的支票都被伪造了 账户里损失了13000美元 这让人更加的感到不安 最近南架的雪地区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现在的骗数越来越高 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 提高警惕 同时司令我也分享几个小的建议 供大家参考 第一一定要将贵重度品放在安全的地方 避免被盗 第二注意周围的环境 留意是否有可疑的能源 第三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在门口安装摄像头 及时发现异常的情况 增加安全感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点赞收藏 以免将来需要的时候找不找我了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点赞关注不迷路 第三世界来待路 我是第三世界城市里 我们下集再会